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3月7日 今天是星期二 好 我們繼續和大家 研究轟動傳承的案件的周邊的問題 這一節 將會少一點探討案件現在的調查內容 不過我們也再說一次 這個案件 是有很大的公眾性 是有很大的時事性 其中一些原因 當然 很多傳媒 還有政府 所謂 調查單位 他們會公佈的內容 跟我們 作為調查報導 再加分析 是不相同的 我們認為一件那麼轟動 傳承的事 裡面 揭露了大量的社會問題 而這些往往的社會問題 到最後 跟整個 制度 有權力的人 權貴全部有關 所以這個有很大的公共性 值得要討論 我們這一節要討論 就是一個網上的熱門話題 假如這個案件 內容那麼恐怖 你在這個案件 被告 被控告上法庭 被控告謀殺 如果你被抽中這個案件 要做陪審員 到底 你會怎樣選擇呢 你又會怎樣做呢 在這個案件裏面 單是這些 周邊話題 現在也可以成為 一時的熱話 好 我們這一節 亦想從法律角度 跟大家探討 所以這個 是本人強項 現在這個案件 牽涉很多法律程序 所以 正好也是本台可以發揮的時候 好 我們講到之前 請大家繼續 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各位 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本台有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用免費模式支持 請大家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加無限大法 即是無限循環播放大法 請大家繼續幫忙支持 我們 繼續跟大家揭露真相 繼續把 當權者政府 權貴 不想你知道的東西 我們也會一一揭露 這裡也想補充 我們經常有一個支持六部曲 叫做痛擊藍絲 我想再重新定義一下 其實藍絲 另一重定義 是說其實他們對 其他身邊發生的事 對社會的事 莫不關心 其實正正 就是因為你莫不關心 才使得 其他惡行可以發生 所以 莫不關心 比起你 可能相信政府的文宣 然後選擇支持政府 可能更加危險 其實 如果你關心 時事 關心社會問題 關心 一件事隱藏背後的黑暗真相 最低限度 有機會是叫做覺醒 因為你會去追查 繼續去 研究一個案件到底怎麼發生 例如你說發生槍擊案 背後發生甚麼事呢 槍 例如是警槍 隨暴高案 為甚麼槍會走失呢 為甚麼那個人那麼熟悉警隊程序呢 每一個問題 到最後一定回到 跟制度有關 我們這個案件裏面 這個 是殺人 滅口 韋斯的案件 韋斯的內容當然是非常恐怖 但是這件事 的源頭之一 正正是因為 這一群 窮凶極惡 的犯罪者 背後 居然是紀律部隊 這個 死者 的錢家翁抗球 更加是做過警察 更加是做過警長 更加是跟 保安局局長 跟現任 警隊的一哥關係密切 而這個案件 又牽涉中港兩地 不過這節 先不再詳細探案 這節要講周邊一個討論 熱話 到底如果這個案件那麼恐怖 你 被選擇這個就是本案的陪審員 其實叫陪審團也可以 陪審員加陪審員 構成了一個團體就叫陪審團 陪審員和陪審團基本上都是一樣東西 英文陪審團是Jury 個別的陪審員 Jura 不要緊啦 這個英文有分中數和單數 這個非正式網上投票 有人問 到底如果你被選中了做蔡天鳳案件的陪審員 到底你會不會做呢 做 因為為了伸張正義 第二 不了 因為證物太恐怖了 怕會有陰影 本身這些民調 不是很科學化的 因為會和不會 已經加了原因在前面 很可能有其他答案 不了 但我想伸張正義 又說會 不過 證物太恐怖了 我又不想有陰影 你將他的位置互換 可能這個答案和統計也不一樣 這裏要揭露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其實做陪審員 有沒有 選擇做還是不做呢 這個答案 是要視乎情況 其實如果有特別的原因 即使你被抽中了做陪審員 也未必是可以做 也不僅 一個案件你被抽中做陪審員 也未必 會被案件裏面的控辯商方選擇你做陪審員 簡單來說 有幾個可能會發生 的情況 現在好像AI回答問題 你問AI 我可不可以不做陪審員 他會回答你 不行 這是公民責任 AI 有沒有一些情況是我想做陪審員也做不到的 AI就會告訴你 我現在講解給你聽 甚麼情況 做不到 簡單來說 如果 我在選陪審員的過程裏面 覺得你 極度偏頗 這樣 就會 受到雙方的律師 就會去挑戰 因為舉個簡單 以及極端的例子 你做陪審員 就是要去聽完這個案件 然後才去判斷到底定罪還是不定罪 如果你一開始已經充滿著偏見 當然他不會選你 舉個極端的例子 你在選陪審員的過程裏面 大叫 他有罪 要將他定罪 這就是徹徹底底的偏見 偏見本來你放在心裏面 就沒有人知道 當你說出來的時候 這個就變成了未審先判 未審先判的 陪審員 你被人剔走的機會 是應該去到100% 因為案件代表被告人 的律師 是有責任 看到這樣的陪審員 一定要把他剔走 如果這樣也不做 這個真的是一個很大的疏忽 不是只是辯方律師可以選擇 法官也可以判斷 法官的判斷標準 也是 差不多 因為現在等於在選裁判 選裁判 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裁判不是一早心目中有結果 而是 要聽完 整個過程 才下判斷的人 才可以做裁判 那麼法官做甚麼角色 為甚麼有些時候法官會判案 因為 香港不是所有案件都有陪審團 很多案件 就是法官 做裁判 又做事實判斷 在有陪審團的案件 情況就相反了 法官就是要負責 整個審訊 到底哪些證據可以呈堂 哪些不可以呈堂 最簡單的例子 甚麼不可以呈堂 就是一些 不可靠的事情 例如說說 有人作證要鼎證被告人說這個抗球可能是主謀 你到底有甚麼證據 你親身知道 是不是 前年不知道哪個親戚的朋友的老婆的兒子 靜雞雞跟我說 聽到這樣的故事 你覺得這樣的證據 可不可靠 當然是不可靠 但是 在審訊過程 如果你沒有一個人去做出裁決 例如 不讓這段說話 說出來 因為這些證據 不可以呈堂 那麽就變成沒有人限制 中間發生了甚麼事 中間就變成無人駕駛 大家不要小看 就算不是說香港的法庭審訊 說普遍 發生的事 如果你聽了一些 細小聲跟你說是秘密 你現在不要告訴別人 你聽完這些說法之後 通常人的反應就是覺得 這些就是真相 其他人跟你說的表面說的話 就是假的 人是有這樣的傾向 所以你聽到不同的版本 從不同的渠道聽回來 你就會做出 被誤導的判斷 好 其實我不想說這個話題 這麽詳細的原因 我是不想包裝得好像香港 還有制度一樣 香港 現在是崩壞了 這些 不牽涉政治 他們說得不牽涉的案件 不可能把我剛才說的內容 可能會有得做出來 但是其他案件 你就想也不要想 一定是定罪的 你只是看看 你按照我剛才所說的原則 你看一下香港 那些裁判官 居居已經是未審先判的了 但是他們又可以做裁判 又可以做培審員 你看一下多麼不公 他們自己開口 說得明 要怎樣重判 你怎樣有罪法 這樣也還可以坐在這裏審案 你看一下多麼恐怖 所以 對裁審員 的標準 以及現在在審案的香港標準 徹底是兩個不同的標準 所以 這裏繼續是好像一場舞台劇一樣 大家覺得自己在看《毒蝕大作》 又或者在看《一號黃庭》 好像真的案件 受到你左右一樣 其他 牽涉的案件 牽涉 政府認為跟政治有關的 你想也不要想 半點法治也沒有 那會不會這個案件太恐怖 然後有陪審員受不了呢 其實過去發生過很多次類似的事件 就是因為這些 這樣的太過空殘的案件 關於可能處理屍體的問題 細節 可能聽了很多人覺得 不舒服 這樣試過很多次 使得 整個案件 癱瘋 然後到最終 可能陪審員沒有辦法繼續進行 導致整個案 要解散陪審員 即是解散陪審團 重新再審 這個也是有可能會發生的 其實這種制度我也覺得是有很多值得 令人去質疑的地方 因為 你不是說整個過程好像很公平 陪審員不應該聽到一些不應該聽的東西 可以審完再審 這個其實原因很簡單 你說要 重新比賽一樣 你要考慮 就是當中 那些參賽的人 體力 各方面的問題 因為如果你要重審的話 那些 作證的人 可能是關鍵證人 同一個案件 你又解散嗎 我又要再說一次 我又要被人盤問一次 我已經 說了三次了 還要繼續被人盤問 會使得這個案件 真實性開始越來越下降 因為 那個證人只不過重複 把自己 在庭上說過的東西再一次重複 已經跟真相越來越遠 所以其實陪審團制度 只不過是一個 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使得他更加 看起來比表面 其他方式更加公平 這個 絕對不是 是零丹妙弱 你要明白制度 他的優點 又要同時明白他有甚麼缺點 也要知道制度有甚麼極限 所以有陪審團的案件 其實一樣可以非常不公平 但是 為甚麼一直以來會覺得有陪審團的案件會好一點 就是最低限度 會避免 像現在 那些港共的裁判官一樣 一早說了 覺得你們全部示威都有罪 還可以繼續審案 那 你找一堆陪審員回去 我一早打算全部定罪 你再找他去開審 其實有甚麼意思 一開始就想定罪 好 我們這一節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今天我們收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實際上 你住 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按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紀裏面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補充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以後片尾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謝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